因為小伯伯的那個包包 這一個 比較便宜的 舊的 用久了開始壞掉 然後我就順便介紹包包給大家看 然後寫起來說 叫我把他的包包拿出來順便介紹 雖然他很少用 然後妹妹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他過世以後 他的包包我就賣掉 其實我賣的很便宜 但是因為他過世了 然後他的包包對貝克來說有點太大 所以我就是一種 該怎麼說 用不到的東西 我們就 給需要人 然後用得到的 我們當然就是會買來用啊 這樣而已啊 然後這一個是新買的 他跟 這一個是同一個 然後 我來介紹一下 慢慢講 雖然我已經太在戒嚴了 偶爾點一下沒關係 然後這兩個的牌子叫做Petcare Petcare Petcare 他有 這邊有 這邊有行 我那時候 也看了很久 因為你還是要知道牌 因為這個牌子 我看賣的公司 店很少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他比較便宜吧 他一個就是 大概一千塊左右 我記得 有 甚至有賣到八百九的啦 那但是 那不同顏色 價格會有不同 所以 基本上 我就是跟你說 他是 一千塊上下的包包 他的 好處是 他也是硬的 你看他這樣壓是不會 不會 凹的 貝克會出國去荷蘭那個是 他是軟的 然後我裡面自己再加 拿筷子 用筷子硬把它架起來 但是這樣 好處是可以說 但我在台灣 我就從家裡出去 我當然就是拿硬的啊 因為 不管捷運或什麼 他規定 其實 只要他不要 他的規定不合理 這個包包大小都是 符合規定 他沒有特別的 大 然後 貝克會 跟小小都可以用 你看貝克會 要不要進來給大家看 貝克會 你要進來給大家看嗎 給大家看 你要進來嗎 自己挑一個走進去 沒有喔 大家都看過也用了 他這個裡面 我拆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已經 差不多那個了 他是硬殼的 他說什麼 剛 他其實就是 那種 甲板 就是 你叫什麼 塑膠板 然後 這樣一塊 所以他是一體成的 他的缺點 他的缺點是要比 另外兩個的 比較沒有那麼好 背 因為後面這個 布比較少 但是他的好處是 壓是不會 熬的 我要拿一個什麼東西 很重的 壓給大家 不用了 這樣壓就 他壓是不會熬的 貝克會在看 我看他學校的 可不可以用 他說小小他也可以用 小小的 我看小小你可以用嗎 可以喔 會不會太小 然後那時候 我買大的給貝克會 是我怕貝克會 這個小的出去 所以他不能一樣 他的意思好像是 這個他也可以用 你坐下來給我看 沒有 那這個小小用是剛好 因為 貝克比較大隻 那貝克跟我出去時間 比較長 所以貝克是用這個 然後這個 他比較沒有那麼耐用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 我洗了四五次以後 他這邊就裂開了 有沒有 這邊 這個 板子的地方 就裂開了 所以我才會再買新的 當然還有白色的 比較容易長 其他的 我說過他還蠻好用的 他 有口袋 然後 有杯袋 裡面也有勾 勾那個 千繩的袋子 我把它勾上 因為我是貓不是狗 然後這邊有開窗戶 這邊有可以放東西 他是一個很方便的寶寶 然後 這邊也有 這個 那他這都是可以蓋起來的 還有他不是每個都報紋 其實我就剛好買到報紋款 好像 他有全黑款 可是我真的覺得全黑的包包 太低調了 沒有必要 反正 其實就知道 帶一隻毛到處走 沒有必要那麼低調 對 但是他蓋起來 如果說他們 我不太懂 為什麼有地方寵物不能進去 因為如果這樣都蓋起來 他的 毛跟 口水什麼根本就不會噴出來 你為什麼要不讓他 他為什麼不能 只要他不出來 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包包啊 就是不會有東西露出來 你知道嗎 那他這裡面有一塊硬的板子 還有一個軟的板子這樣 然後都是可以壓 他都是硬的 另外那個 就洗一洗開的話 我就買了一個 新的藍色的 我覺得比較好啦 就是 他這 藍色的質料比較亮 那 那 看起來比較華麗一點 那 他都有反光條 他兩個都有反光條 構造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 這個顏色我覺得 貝克會帶出去 畢竟他媽媽就是一個 哼 他媽媽就是我 他媽媽就是一個 比較浮華的女 不是浮華 就是我是一個 喜歡亮色系的女生 就是 我喜歡的東西 背起來看起來 顯眼 他那個 米色這麼低調 大地色的東西 沒有很適合我 但是 當初買的時候只有那個 這個是我 從網路上買 就是從網路上挑的 這兩個包 我不會說他不耐用 雖然他破掉了 是我養貝克養了 三年半了 那大家也知道 我用包包頻率 是幾乎每天出去 這一個是 大愛的 就跟美美的同一排 美美的 就是我已經賣掉 他是幾本款 美美是幾本款 那這個是 造型款 造型款 我覺得比較適合貝克會 但是貝克會 最近後來只有 中大場合才可以用 大概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 麻煩一點 他比較大 但是好處是貝克會 在裡面如果帶著酒 他可以滾動 可是貝克會好像說 那個長的就夠了 都是橫 那他也是 他的 開口是這樣 在旁邊 在旁邊 這兩個是透氣孔 然後這個是 裝東西的 前面也是裝東西的 這個的好處是很耐洗 那他也是可以壓 他前面壓不會 不會凹 他這邊壓也不會凹 他都是不會凹的 我買的包都是 不會壓扁 他很耐洗 你看他這個 他雖然洗一洗 這邊 布有裂料 可是他這裡面是整個硬的 所以他這個 他這是另外一個 一體成型 所以他不像那個 裂料那個會變形 他這不會 然後這個 因為貝克會很愛 他只要抗議 不想用這個包包 就是這個包包 然後這包包洗了 沒有上百次 也有五十次了 所以說他是很耐洗的 一分錢 一分貨 還是有差 但是 以這個的CP值 我覺得出門也夠用 那這是大的 L的 這個是小的 M的 他沒有S 一樣 那這個的款式很少見 我是想說 小小真的很少用 就買一個好看的 兼當 不要說紀念品 就是 你叫什麼 收藏品 缺點是他這個皮 是塑膠皮 不是真的皮 那其他的構造都是一樣的 你看像這個他幾乎沒洗 他的布就是好 所以那個是因為我有使用 所以才會這樣 其實每個包我都這樣 你常用就會比較容易壞 但這個 的 待Ski的 我覺得他的 還是好一點 他的 做工還是有比較好 但是 就出門